知道什么叫做王者峡谷 地狱及生存模式 最近小王也是给了我一个 可以开自定义房间对局设置的权限 过年了嘛 带粉丝朋友们玩个好玩的呀 首先把峡谷里所有小兵和野怪的数据 全部加强到最强 至于英雄嘛 我们就不加强了 到底怎么突出生存二字呢 好的 设置完成 有请我们的受害者隆重登场 这我能告诉你 结果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 粉丝朋友们发出了感叹 看来是对我给他们准备的小惊喜 还满意呀 面对李欣呢 也是很幸运的跟我对起了线 幸运的人运气都很好 好呸 这不废话 所以我也是很贴心的 单独为他准备了一份惊喜 让他免受吃血包之苦 这里利用兵线当做跳板 积累剑气 可以更快地刷出大招 从而带走李欣 然后顺势成脚兵线 潇洒 回去 找准机会 神仙这一技能拿下关键称号 这场对线我已经赢了 我已经赢他太多了 但是一直到了七分作终 把双方的一塔都还没掉 这也让我明白 是时候站出来帮队友打破僵局了 复活之后利用传送花缠斗下路 抓一下这个马克 告诉你们这马克插尺难逃 两端一能突进 刷打 拿下 怎么样 酷不酷 复活之后传送到下路 那你刚才咋死的 这是你该关注的点吗 好 别管这么多了 清掉对方兵线 让我放兵线扛他 然后再跟黄中一起走进去推塔 好 黄中别送 好 要来了 拉开距离 两端一技能 等到墙边 再用 不要着急回去 打他野怪 让他上头 好 我们再回来 继续推塔 拿下 看见没 这就是边路里白 再回来清个兵 他姐技能放完了 可以打 直接追 还有马可 放我一妈 我是主播 一个优秀的旅白 要合理地利用一切资源 刷打 甚至是击杀对面 手捏着大招上去 A两下 好 瘫了 应该只A一下就刷打 但是没有关系 可以补救 直接二闪 哎呀哎呀呀 好 骗出一个闪线 直播不亏 今天呢 就给对面的人上一堂课 看你们知道知道 什么才是这个游戏的真谛 推掉放一塔 扔来了 我还能走 先找墙 然后穿墙 潇洒里去了 还记得我之前的视频是怎么逃脱的吗 这个地方 对不起 我把防御塔给改了 有一说一啊 兄弟们 这个冰线被我设置的 真的好难清啊 好 这波中奎立大功 直接跟上技能 拿下李线 再回来 刷打 化解掉东方药的攻击 一场团战打完 冰线依然坚挺 所以说冰线很厉害 那么带好线就很重要了 所以说兄弟们 不要觉得看我的视频学不到东西 也不要觉得我的打法太狗 我都是为了让你们认识到这是一个推塔游戏啊 我都是用心良苦啊 看这波带走理性 拿下风雨塔 死不足惜 我之后继续 两段野技能 换圈 神仙 嘿嘿 跳来了也没关系 我有着超强的机动性 一技能回头 两段野技能 那带着回来换圈 再回来 还有谁 我真服了 不就推个塔吗 又没推你家谁 至于吗 拼塔一起推 马克来了 直接刷大 然后继续推 我只能说 死不足惜 我这该写的 不出来了 魅力啊 此时对面的两路沟底全破 看来想着 爬下路带一带 高底也给他破了 结果回头发现 这风暴龙王 就被拿下了 好吧 其实每个英雄 都有他出场的机析 和我 也不例外 我知道快输了 但是先别输 我还有办法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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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 还在这下 我的心理和怀疤 说明自己最爱的人 都由不宠想 Zither Harp